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3月28日至29日与美联社记者进行的为期两天的谈话中表示 如果乌克兰失去对巴赫木特的控制 可能会被迫开始和谈 据卫报报道 在莫斯科 总统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警告同事们 他们应该为可能发生的永远的战争做好准备 巴赫木特之战已经持续了7个月 双方都没有赢得太多优势 这让一些分析人士不禁要问 为什么基辅要花费如此多的资源 来维持对这个在战略上相对不重要的城镇的控制 泽伦斯基告诉美联社记者 如果乌克兰放弃该阵 可能会被迫求和 他预测 如果俄罗斯在巴赫木特击败乌克兰 普京将驻守向国际社会都受一场胜利 泽伦斯基说 如果他感觉到有血 闻到我们软弱 他就会推 推 推 他补充说 压力不仅来自国际社会 也来自他自己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会感到疲倦 他说 我们的社会将促使我与俄罗斯妥协佩斯科夫表示 与此同时 俄罗斯正在为一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 据消息人士透露 卫报报导了佩斯科夫在最近的一次晚宴上发表的私人评论 他在晚宴上警告来自政治精英的与会者 战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事情会变得更加艰难 这将需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佩斯科夫说 其他报道称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已不再谈论战争目标 并将这场冲突使为为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而进行的生存斗争 克里姆林宫已将俄罗斯经济置于战争状态 并正在增加军事生产 上周末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国每月生产约15000枚炮弹 但俄罗斯已经每月生产2万枚 预计今年将增加两倍 他还表示 虽然西方已向乌克兰承诺总共提供400多辆主战坦克 MBT但俄罗斯目前正在准备总计1600辆坦克用于战斗 普京实际上已经停止谈论战争的任何具体目标 他也没有提出未来胜利会是什么样子的愿景 战争没有明确的开始 也没有可预见的结束 政治分析家马克·西姆特鲁多柳伯夫告诉卫报 预计双方都将发动春季攻势 但泽伦斯基最近表示 由于缺乏武器 乌克兰还没有做好准备 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重复了这一抱怨 我们对爱国者有很好的决定 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做出这些决定 他说 指的是美国制造的防空系统 虽然超过20辆德国制造的鲍尔坦克 和18辆英国制造的挑战者尔坦克 已于上周抵达乌克兰 但承诺的数百辆将需要数月 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 为时已晚 无法对即将到来的战斗产生任何影响春天此外 据报道 乌克兰的弹药即将耗尽 这可能会导致今年夏天出现供应危机